最近几天,因为北风起,同时又是24节气的双降,台南地区陆续飞来大批黑面皮鹿,今天突然聚增,统计超过1500只黑面皮鹿气息在大台南地区,台南生态保育学会呼吁大家可以来台南,赏黑皮生态旅游,台南市生态保育学会副总干事黄永峰,今天参与黑面皮鹿, 鸟钓后表示,每年11月中旬是黑面皮鹿来台最多的数量,最近几天,因东北季风增强关系,飞到七谷区顶山赏鸟亭有859只,增温西口保护区322只,安南区土城208只,四草野生动物保护区80只,雪甲湿地及北门三辽湾52只,总共1521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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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